神传文化 浅谈茶道 作者天雪 中国茶道可归为六要素 语称六境 即茶心、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这里的茶心是指人的心境 它位居六要素之手 可见其重要性 茶道一有四不作 心不境不作 意不境不作 身不境不作 境不境不作 这里所谈的心不境不作 指的是行茶人在作茶时 对天地神明的敬重之心 意不境不作 指的是主意时不清净 不给客人作茶 否则不好的情绪会影响客人的心情 身不境不作 指的是身体健康洁净 静不境不作 指的是饮茶的环境要清净优雅 由此可见 一个好的行茶人的修养 是需要终其一生来练就的 落落大方的被茶 出神入化的喜茶 一丝不苟的分茶 其中 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也是展现茶人们道德的一个视窗 茶道中讲究一个静随心转 说的是 做茶之前要端正其心 拥有一个端正善良的心态 是一个行茶者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笔者认为 茶道动作的要领涉及到的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 只要用心思 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很快掌握的 而茶道的精髓 注重的是行茶人修养的内涵 动作只不过是用来表达其内在的情操修养而已 一个修养高尚的行茶人 会在无言的茶道动作中 净化茶客们的心灵 提升道德情操 现如今 许多初学者草草学了几个动作 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甚至纷纷开班称师了 略知皮毛的老师 又传给半只皮毛的学生 每每想到此 隐峻之鱼 皆探天下 茶道衰 优优独播剂